大家好,我是大卫,小岳在切菜嘛,昨天晚上啊,呃,清醒来我们家串门,然后我们都坐在一起聊天嘛,聊着聊着,聊到小岳的金镯子了,说这个看起来太荒野了,把大卫一下搞的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因为其实买了还没几天, 这个镯子在小岳时上都还没有带热呢,对啊,刚买几天公分,对,因为我们结婚不是八年了嘛,然后一直也没给小岳买这个金首饰,所以昨天那个,这样一夸你,你还有点尴尬了,我就后悔没有早点给你买,买得晚了,结婚第八年才开始带金首饰,对,今天小岳心情好,要做一个我们老家的美食,韭菜饼, 就是那种大圆的韭菜饼,平时也很少做,因为这个比米饭炒菜稍微麻烦点,得和面,醒面,还有摘韭菜,弄馅 我亲爱吃这个的,小岳 平时工作有点忙,也很少做,这两天过节在家,稍微有点空闲工夫,就做点,画着花样做点饭 我感觉这两天你心情也特别好 这两天我把家里也好好的收拾了一下,我们买的百合都已经开花了 香气扑鼻啊 哎,果果这一块又给我弄乱了 我早上把那个抱枕在这边放着呢,你怎么又抱过来了 快点给我归原味 看看小岳在这里醒面呢 小岳 你还挺聪明的,把面在阳光下的一照射 那边气风高是吧 高点醒的不是快吗 哎呀,今天失误了 看,刚开始切的时候,切成这个碎碎的小的了 就是饺子馅用那种 其实韭菜饼里面应该切成这种长一点的 好长时间不错 然后切的时候有点犯懵 当饺子馅用了 今天咱们就做成那个小的饼吧 因为做成那个大饼,切完了以后 这个馅比较碎,可能容易从边上撒出来 那我们家也没有大的垫饼铛,锅也比较小 那就直接吃韭菜盒子 其实味道都是一样的 我们老家吃韭菜饼的时候都会放点豆腐或者鸡蛋 小悦,豆腐的那个刀型已经要切对了 知道,豆腐是那个小丁 这么大差不多吧 差不多 看看我媳妇在打鸡蛋的手艺 太溜了 哎呀,你怎么现在说话这样啊 老婆就得夸,越夸越爱做 你看这鸡蛋摊得多好啊 打鸡蛋 看看面发得怎么样了 它已经完成了 我们现在开始弄了 你剥韭菜盒子的手艺还不错 我都不会这样弄你知道吗 这么简单的事你别夸我了 说的我什么都不会干似的 干一个这个还特别的吃惊 真的你俩厨艺太棒了 这韭菜盒子包的好像有点太大了 等一下平时赶小点 看这金黄的色泽太有食欲了 小月好了 前四个做的都有点大了 小月现在做了四个小的 韭菜盒子做好了 平时不常做这个 感觉今天自己的手艺真不行 不错了多好呀麦西洋 今天吃饼配点红豆小米粥喝 最近我们把桌子换了个方位 感觉这样放宽敞多了小月 以后都这样放了 开吃 这个味道太棒了 跟我妈做的一样 妈妈好久没做啊手艺还差不多 手艺特棒啊差不多 太香了 好长时间没吃这韭菜饼 感觉确实挺像的 我们以前跟我公婆在一块生活的时候 我婆婆特喜欢做这个 她做的是这么大一张圆的 然后你做熟了以后切成一盐一盐的 咱妈做的那种是我们陕西的传统 叫酒饼 咱们今天吃的这种是韭菜盒子 全国都有这种 就成一个大饺子行 嗯 你看果果吃的多香 一个都给干掉了快 哼 小月 我发现你们俩吃饭都叭戒嘴前在开始 可能太好吃了